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巴黎时间7月14日22点 王一博参与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 等待火炬时 他人潮中捡起掉落地上的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不容掉落 王一博这一行动 展现爱国情怀 也传递出对国家尊严与荣誉的守护 值得赞扬与学习 据悉 王一博在巴黎传递奥运火炬 后场时看到一面中国国旗掉落在地上 他立刻提醒维持秩序的警察不要踩到 然后弯腰捡起交给工作人员保管 此举引来众多围观者称赞 直至活动结束 工作人员一直都拿着这面国旗 全权爱国赤子之心 都在细节里 太给我们国人长脸了 人帅行为更帅 正能量满满的中国青年 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魏弱来关注的王一博 今天在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 王一博捡起了别人掉落的国旗 看他手握火炬在巴黎街头奔跑着 周围人山人海 这一刻仿佛又看到了追风哲理 那个满腔热血的青年 奔跑着踏上了万里长征 现在国际上对中国还有很多偏见 希望王一博的影响力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中国 喜欢中国 有趣的是 看视频里有位法国警察用中文说 往后去 往后去 人太多 都跑去看王一博走不动了 外国警察都开始飙中国化了 王一博捡起掉落的国旗 他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国之心 他是我们又红又正能量的王一博 这么多官方授予的荣誉 都是实至名归的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块